阿根廷參議院在三十號經過了馬拉松市的辯論之後 以三十八票贊成 二十九號反對 一票棄權通過了墮胎法案 目前拉丁美洲只有古巴 烏拉圭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區是允許合法墮胎 至於阿根廷是第一個推行新法的大國 預估會對智利還有巴西等國家產生不小的影響 春夜守候在布伊諾斯愛麗斯國會大樓門外的大批群眾 在德志參議院表決通過了墮胎法案後 興奮的手舞主導放生歡呼 一九二一年起 施加在婦女身上不合理的枷鎖 這一刻終於卸下 以羅莎莉亞雷耶為例 二零零五年 她懷孕後期 值了十二個小時的搬回到家 肚子疼痛收縮 她痛到昏倒 醒來時是在浴室地板四周圍一探血水 腹中孩子未能活下來 雷耶因此遭檢方以未提供胎兒必要的照顧為由 仇储終身監禁 最後被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像他這樣因為流產而被判有罪的人 還有三十七例 參議院二十九號晚間就墮胎法 進行熱烈的辯論 拖了十二個小時 才終於在三十號凌晨四點鐘表決 羅馬天主教會與福音派基督教 在阿根廷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力 對此都持強烈反對的態度 教廷甚至公開呼籲參議院封殺 這個獲得中間左派總統 費南德之支持的法案 被鋸馬路障分隔在市中心另一頭 反對墮胎合法化的群眾 得知參議院投票結果後 有人激動地哭了出來 以墮胎合法為競選 主要項目之一的費南德之表示 他是天主教徒 但他必須為大家立法 阿根廷每年有三萬八千名婦女 因為非法墮胎送醫 一九八三年恢復民族以來 有超過三千人因此喪命 除了開放懷孕十四週以內墮胎之外 參議院還通過了名為 千日計畫的法案 給孕婦以及幼童的母親 更好的醫療照顧 恭喜新聞王輝文編譯